相信屏幕前的你对于抗战题材的影视作品肯定不陌生 无论是70 80 90甚至00后 都或都或少看过那些沙雕的抗日神剧片段 这是对于影视作品而言 而对于抗战题材的游戏 相信也有不少观众接触过雪战上海滩 但雪战上海滩在当年已经算是不错的抗战题材游戏 今年是2020年 就在不久前死定上上显了一款神奇的抗战游戏 名字叫做黄河大合唱 我们先来看一下游戏剪辑 黄河大合唱聚焦于1931年至1945年之间的抗日战争 本游戏将带领玩家体验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战斗之一 从远到近从北到南带领玩家了解抗战先辈的经历 游戏简介里还附带了角色图片 这是当时中国的军队 看样子比较憨厚老实 再看一眼日本敌军 我你妈爷这是丧尸复生吗 怀着强烈的好奇心苏某人进入了游戏 但是说实话这个游戏的主界面看上去 还不算有啥大问题 除了右边的语言选择 我觉得可以再加一个按钮 这么大一块直接贴在这里就显得很突兀 逐渐面对这幅画配合黄河大合唱的BGM 别说还有这么一点味道 但是现在评论为时过早 游戏一共有八个关卡 第一关名字叫做反攻 正式开始玩这个游戏 真的把我秀飞了 一进来就能看到几艘航空母舰浮在半空中 这已经不是核动力驱动了吧 别以为敌人的航空母舰牛逼 其实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面 主角已经徒手爬上了航母 我操哪个抗神剧敢这么演 知作侠看了知乎内航 别说我们的主角还真就爬到了航母里面 单枪匹马的主角任务就是在航母内部安装炸弹 游戏非常人性化的 没有让敌人一次性出现很多 但是也不知道这些敌人究竟在航母上 过着怎样的悲惨生活 明明把他打死了 他顽强的小脚还在地面敲打着摩斯电话 似乎是在向同伴传达着危险信号 只要我们顺着这条路一直往下走 就可以来到仓库里面 当我干掉仓库的敌人之后 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主角当场人格分裂成了两个角色 一个在旁边把风 另一个负责安装炸弹 安装完毕 两个人格合而为一 再往回走 就会发现之前打倒的敌人又复活了 原路返回出口 这一关就算是通关了 但是还有一段通关剧情 主角乘坐敌军的飞机逃走了 然后航空母舰就被一颗小小的炸弹消灭了 不得不说 这个游戏还是很注重细节的 接下来看看游戏第二关 石牌战役 我们来到了湖北宜昌 这一关主角的目标是坚守阵地5分钟 也就是5分钟之内不被敌人干掉就行了 但是一开局 我就发现了这一关的通关密码 只要爬上这座塔 敌人就只会在塔下绕圈圈 这样不就可以直接等到通关了吗 但是这样的通关方式 未免有一些太过无聊 苏某人决定去探索一下第二关的地图 好吧 出事未解身先死了 重新开始第二关 前面就是一条河 苏某人想下水看看 没想到水里面和陆地上 简直连空气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就是真实的物力引擎 在水下也可以看到一艘沉默的军舰 本想爬上去看看 却发现军舰也只是海市蜃楼 不愧是最真实的物理引擎 可能有的观众会觉得 毕竟是在水下 这里也可以躲避敌人的攻击 这么想那你就太年轻了 你们看看 这些家伙是干嘛的 这个游戏里的人类都是两栖动物吗 还有这纸壶的房子 门和窗子都是画上去的 等你撑过了五分钟之后 会听到主角发自内心快乐的呼喊 但是其他这两个人是从哪钻出来的 而且通关了都不能直接跳转下一关 只能退出或者重来 第三关是武汉会战 这段话说得我热血沸腾 斗志昂扬 不过我必须跟大家说清楚 这个游戏里地点虽然名字是真实的 但是场景肯定都是虚构的 这一关我们同样是在海边 不过可以看到 其实海底世界和地面相差不大 船自然也是跳不上去的 还有这一架敌军的飞机 机头和机翼直接插进地板里面 不知道是使用了什么量子波动材料 这一关的目标是击杀日军指挥官 打死指挥官之后 我军突然开炮 但是别以为我没看到 你们两个根本不是开炮的 这姿势是手里夹着空气炮吗 第四关炮打平安线 一出来这几个人武器都不拿 直接冲向城门 你们看看 这些人绝必都是演员 而且右边这个大哥 能不能正常的走路都穿模了 这一关主角的目标是为秀琴报仇 杀了三本 这剧情我怎么好像在哪里看过 把老子的意大利炮抬过来 同样的这一关我们也能卡bug 从城楼上可以跳到房顶上 你就会发现这些房子其实都是海市蜃楼而已 这里面根本就没有任何东西的好吗 最大的boss三本就藏在观音庙的后面 可能是闲得无聊在打瞌睡吧 被主角远距离直接干掉 又顺利通关了 但是怎么又突然多出两个人来 是不是想抢我的功劳 第五关平行关战役 这一关稍微比较单调 需要坚守阵地五分钟 地图的边界有空气墙 不好卡bug 主角终于用上了狙击枪 同样的坚持五分钟就可以了 第六关南京会战 一出来主角就翻墙 进入院子冲向敌人 但是大哥 你好歹带把枪啊 你知不知道现在很危险啊 这一关我们同样是要击杀日军指挥官 但是进入城内后 我差点迷失方向 为啥这明明有个门都不能走的 你们看 这里明明没有敌人对吧 但是只要转身离开 身后就会冒出一个敌人 你们是变色龙马伪装的这么好 指挥官每次都在很远的距离 用枪打死就可以通关了 第七关上海会战 我们来到了上海的静安区 这次有这么多队友 看来任务很简单 等一下 人呢 怎么又只剩我一个人了 这么狭窄的通道 你让我坚守阵地五分钟 我气得直接想逃跑 但是后面好像是跑不了的 导致苏母人就卡在这个边缘了 在这按跳跃键根本就没有用 搞毛啊 掉下去就上不来了 你们见过这么跑步的人吗 左脚踩右脚跑在空气中 这你马牛顿都被气活了好吧 但是最终我还是掉进了河里 值得注意的是 我不是被淹死的 而是掉到河底部被摔死的 再次开始游戏 我发现敌人是在前面那座桥刷新的 但是正面突袭肯定是在找死 于是我想走侧面 却发现有空气墙挡住了 本以为不能走 却又有一条小路可以钻过来 你们看看 这不是又到地图外面来了吗 甚至可以跑到桥后面来 但是经过苏母人的尝试 过桥是不行的 因为有空气墙挡住了 看前面就是太阳 这就是夸复逐日 五分钟时间一到 队友就回来了 刚才跑哪去了 咱也不知道 咱也不敢问 终于到了最后一关 东北游击战 这关是在一片茫茫雪原中 最开始我还在奋勇杀敌 后来才发现杀敌是没用的 因为敌人会无限刷新 我们的目标仍然是找到日军基地 击杀指挥官 但是我真的找了很久 甚至找到了地图边缘 甚至到后面游戏都不下雪了 天气都放晴了 还没找到 不过就在苏母人快要放弃的时候 又神奇地遇到了日军基地 这就是薛定谔的日军基地 一枪干掉指挥官 游戏结束 主角乘坐敌军的飞机逃跑了 这就是游戏的全部关卡 这款游戏收获了80%的好评 可能是因为价格便宜 只要6块钱 但是我觉得游戏内容 怎么这么沙雕呢 就感觉就跟在看一部 抗日神剧一样 甚至游戏表现得比电视剧还要夸张 毕竟你还能卡bug 最后还是要说一句 影视作品和游戏作品 不能代表什么 战争比我们想象的 要悲惨壮烈的多 并不是这些抗日神作表现的这种 一定要尊重历史 尊重革命先烈们 艰苦卓绝的斗争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